三哥剛剛講到 這個生意園區 原本是要幫整個台北市 發展生意的大醫院院長來問 這是剛好而已 本來就是要發展 可是最後還是中工差點 把肉拿到手中了 如果是中工開發的話 現在基本上 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精華Part2 精華二層 所以就看得出來 中工跟當時科事副的關係 基本上還是不錯 所以我請檢調 還是要注意一點 當初是誰去找中工 就中工在整個台北市政府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 講得不好聽 就是說幫他收集訊息 有個窗口 對 讓他知道說 台北市政府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說把這個事情要查清楚 我覺得會把他所有在裡面的線索 包括裡面的妹妹嘎嘎 都會查得一千二千 你說一眾大公司 跟整個市政府互動的慣例 一定有一個自己人在市政府裡面 對 因為他知道說下一階段 明年要什麼工程 那那個自己人是誰 就很關鍵 很關鍵 到底是誰是扮演這個角色 然後來去幫中工打探消息 收集一些相關的訊息 如果說合法的倒無所謂 對 就是說告訴A公司說 要公開招標 明年要招標 特別是你過去有蓋過這相關經驗的 可能你就可以準備準備 然後來看來去做這個投標的事情 對 那如果這樣子合法的 OK 如果不合法的 在其中有搞貓膩的 我覺得要查出來 再來 你剛才談到保全公司 我們接到投資 中工保全你也接到 我們知道投資說 小的一些保全公司 跟那個社宅之間 也許理念不合 經營理念不合 或者說這個居民的要求 跟他做不到 後來要解約 所以他就用這種大包的方式 對 大包方式 然後由中工保全 就拿到兩標 大概一標都在三千一百萬 兩百萬左右 三千一兩百萬左右 那所以用這個方式 你看硬的社宅也蓋 後面的管理也是由中工 所以就中工基本上 在臺北市的很多的工程 跟後面的部分 變成中工一條龍 對啊 真的是變中工一條龍 難怪可以打通 整個臺北政府的任督二賣 恭喜余將軍來到電視牆前面 這個打通任督二賣 剛剛施鋼哥講到有關鍵 我在朝中要有人 對不對 我不可能朝中沒有人 對不對 那朝中有人就有分 市議會的人 還有分市政府的人 市議會現在看起來 就是映曉威 對不對 映曉威現在很有趣 他現在被提訓最多次 他被提訓四次 十二天四次 九月十一 九月十三 九月二十 九月二十四 問了四次 你說映曉威很有可能是 審慶慶案的破口 我要告訴大家 要查金流找到了四大金庫之後 要找到說誰擋誰幫 對 擋的就是林周銘 林周銘 討厭死你了 林周銘又被傳了今天 傳了三次 第三度被約談 為什麼 你現在找到 為什麼把他換掉 對 你到底擋了什麼事 你每次擋 是每次誰來幫他解圍 沒錯 對不對 所以林周銘就講 他下午提訓被刷的 令小微 林周銘三度被約談 表示他們兩個人的證詞 很重要 沒錯 林周銘擋擋擋 印小微推推推 你知道嗎 看看可不可以match的起來 問完林周銘上午 下午就問他 要四度問印小微了 沒錯 你怎麼擋 他怎麼推 一個是補 一個是破 對 那現在林周銘 開始問林小微 你看 二零二十四 九月十一 九月十三 九月二十 九月二十四 為什麼這麼頻繁 他一週都問兩次 三到四天問一次 被提訓得非常多 為什麼 他告訴大家 三度約談林周銘之後 下午開始就問印小微 四度問印小微 我問他三次問你四次 為什麼 林周銘講的 再來問印小微 你有沒有去推 你怎麼推 你如何推 為什麼他這麼重要 完全印小微有一筆金流 在他手上 四千七百四十萬 因為所有的金流 只有他赤裸裸 被人家扣住了 就在這裡 連水嶺的我都知道 你不要以為他幾個協會 我不知道 可印小微會招嗎 不招也不行就找到了 為什麼 那不然他當時幹嘛要跑 對 重點就是他要跑 對 第一時間如果不是印小微 在桃園闖不成 再從台中闖 這個事情不會這麼快的 所以會這麼頻繁密集 問印小微表示 可能他說出了什麼重點 他必須要說 因為他說與不說跟他的未來 會影響很大 是嗎 你如果你要自己扛 收賄耶 十年到無奇突襲 不得了啊 女生有幾個青春年 雖然說沒有錯 你怎麼關個十年幾歲了 這個案子 以印小微計額 隨便都判二十年 是 所以他不招就是二十年起跳 你不招就二十年啊 你招的話說不定剩下四分之一 十年除以二就是五年 五年多 然後再做一半就出來了 老做兩年半就出來了 沒有錯 天坑地耶 你想想看 一個是進去蹲很久 蹲二十年 一個是進去 二點五年 過兩次年就出來了 是 所以要不要從這個地方來當破口 一定要 對 找完林周明 對職 找完林周明 對職 再對職 又對職 是 是不是講出什麼來了 對 看來好像有喔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現在連印小微的男朋友 坎哥也被傳了 也被約了 而且兩個人安排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相隔不到十公尺 分別在不同關鍵去問 所以是交叉比對 跑來跑去問比較方便 你講什麼了 馬上到隔壁去問 你講對這樣交對來問 問了馬上就知道誰說真的 誰說假的 說假的就說你假的不對喔 為什麼 因為隔壁在問嘛 對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 交叉比對 迅速比對 然後為什麼 因為現在發現一個問題 有個金庫 二文哲有個金庫 這個金庫叫縱望基金會 看來果然是不負縱望 對 這個事情出來之後 主管機關 臺北市就說 我們已經收到他補件了 那但是呢 我們會把全部的東西 交給廉政署偵辦 是 你有聽說補件完 要交給廉政署的嗎 表示看了之間裡面有問題嘛 是 不然交廉政署幹什麼 所以剛剛周刊說 縱望基金會是個四大金庫之一 是真的 因為縱望基金會 財報 臺北市已經交廉政署偵辦了 因為覺得不對勁 對 才要交廉政署 不然補件交什麼廉政署啊 最神奇的事情是 縱望基金會 不是被我們講了這麼多天嗎 戰狼大小姐姐 都不敢回應縱望基金會 這太奇怪了 照理說 你至少看到這個縱望基金會說 你胡說 對不對 捷運都塞車了 科技 你知道什麼 科幻小說 科幻小說 對不對 捷運 紅線都能縮成塞車 都可以把柯文哲以前防疫的拉出來 重新來檢討一遍 他們誰都敢罵的 可遇到縱望基金會 提到縱望 全部閉嘴 戰狼小姐姐 吳宜萱說 縱望基金會的運作 交由縱望基金會來對外說明 戰狼大姐姐 陳志涵說 縱望基金會是獨立的基金會 跟民眾黨沒關係 因此沒辦法回應 這兩個人 看到縱望基金會 全部躲得遠遠不肯回應 你講別的 他馬上砰砰砰砰砰砰 可以打回去 你講到縱望基金會 喵都沒聲 不可以講 不能講 不會講 跟我無關 這奇不奇怪 太奇怪了 這兩個人的所有的功能 最厲害就是 你講多少 我回敬你多少 那有一個關鍵密碼 縱望基金會 這不干我事 所以有高人跟他們講 縱望基金會 水很深 別亂講 你只要講 可能就踩到法律的紅線了 不要幫倒忙 不懂就別說 其他的隨便你說 縱望基金會 拜託兩位大小姐 不要碰 不要說 不要談 幾千萬不見 太嚴重了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 政治資先進 只要提到縱望基金會的財報 大家都文之卻 不敢碰 不敢提 不敢講 連戰狼都怕了 就表示這真的是 柯文哲心中的新聞 好 非常謝謝余將軍 我們去 余將軍回答問 我想問問定理律師 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這麼密集的提訓 印小威 甚至還跟他的男朋友 是相隔不到十公尺 來特別來接受訓問 這是巧合嗎 還是問訓技巧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縱望基金會 現在被人家發現 是幾千萬不見 這幾千萬的財報 今年五月就要出來 到現在還升不出來 好 結果我發現很奇特的事情 戰狼小姐姐跟戰狼大姐姐 一個叫做吳怡軒 一個叫陳志涵 這兩個人面對到縱望基金 他們不敢回應 上一次他們不敢回應的題目 是什麼還記得嗎 林冠年踢爆 陳佩琪看豪宅 吳怡軒說 這件事情是要讓陳佩琪來回答 這一次不敢回應 他們哪有不敢回應的 他們張嘴就罵人 張嘴就做人生攻擊的 可是做吳怡軒 他們不敢談 裡面的錢 也許他們掌握度沒有很高 或者像今天鏡週刊發一個聲明 說如果你對錢掌握不到 他就直接說你可能不是核心 非核心 非核心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錢 第一個 如果他們就算知道 講了會出事 如果不知道 講了又被人家罵說非核心 他們才不在乎被罵 他們捷御紅線都可以看成塞車了 哪有在怕被罵 也許但是我覺得踩到法律的線也許是他們比較在乎 剛剛講到說應小薇跟他的男友 今天都被一個是提訓 一個被傳喚 他這個偵查的技巧 其實有可能是在交叉比對 這叫隔離證訊 隔離證訊 他其實是不同不同組檢察官 都不同的檢察官 同一組不同檢察官會擬好題目 尤其可能針對金流表示意見 然後擬好題目之後 開始同時問 同時問完 因為有一個在壓 一個在外面 所以也要避免他們有串證的可能性 所以同步問完之後 可能會休停一下 兩個檢察官開始交換 交換資料 看一下誰講什麼 誰講什麼 如果講的有出路 那就是有人有問題 那他們如果是用這裡面 同時共犯的情況 就是一下是共犯的身份 被被告的身份在問 有可能我轉做證人 因為這裡面相關的金流其實有對其他的 不論是行賄者 對神經濟來講 他有收賄 他是這個證人 另外一個是 我知道這個金流的掌握 所以我對這個案子 我也是證人 如果他在裡面講的話 顯然不一 講的不好 有問題 那有這個出路的話 有可能他用證人的身份 會有畏證罪 另外再成立的 所以隔離證訊的技巧是這樣 那剛剛我要回應一下說 今天週刊其實有講到 這個北市科的案子 剛剛施岡哥有特別講 施岡議員他的這個調查報告 其實我覺得還是相對還算客氣 你只是講到說 有多家跨國公司 投機未果 他努力了 決策反覆 我看 然後你剛剛有提到說 有國際醫療園區本來想要 在那邊投資 他才符合原本這個地方的生計類別 為什麼周刊講說 這個比金華城案還要嚴重 他的邏輯是這樣 如果你站在圖利罪 不需要找這些金流 我只要違背法令 圖他的利益就構成 對 在金華城案 因為金華城他應該說柯文哲也好 彭政森也好 一直拿著都審會的委員來當擋箭牌 好像他們背書了 在北市科案 沒有這一個專家學者幫他背書 那個會議紀錄是我踢爆的 對 所以他在裡面程序上的異常 四人小組不用錄音錄影 然後直接號稱公開透明的柯文哲 居然可以在裡面拍板 造成一個差別待遇 T17 18跟T16 要計畫書跟不用計畫書 圖利的對象是新光集團 這一個部分 這個差別待遇在法律上面 叫做行政程序法 這個沒有正當理由 不能為差別待遇 寫事圖利罪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周刊的邏輯 周刊今天寫的這個是資深的司法記者 他會說這個比金華城還要直接 理由就是因為金華城 柯文哲整天說都審委員五十幾個人用意 抓他們來做擋箭牌 但是在北四柯案 沒有擋箭牌 直接指向的就是你柯文哲拍板定案 對 非常謝謝定義律師的分析 可是問題是面對這些紛紛牢牢 民眾黨有沒有在政治上給大家一個解釋 沒有 民眾黨說大家趕快把第四台線剪掉 黃國昌昨天直播請小草們拿起剪刀 把第四台線都剪掉 這麼誇張嗎 我們看一下黃國昌昨天怎麼說的 人家是什麼 財大氣粗啊 資源很多啊 對不對 我罵三立 三立就派個小螺螺出來對我潑髒水 這種套路 大家還沒看 大家應該看很多 根本就不需要我解釋了嘛 但我們要拜託各位網友可以幫忙的是什麼 我們很辛苦 我們沒有放棄 我不會放棄的 我相信各位網友也相信我不會放棄 我說過很多次我是跟你幹到底 但我需要大家的幫忙 把這些訊息 幫我們往外傳 鼓勵你周遭的好友 那些有線電視啊 通通升級線剪掉 一個月花五五百塊 看垃圾要幹嘛 真的 你一個月花五百塊看垃圾要幹嘛 你一個月花五百塊去訂別的還比較高興 你要看我的YT 半毛錢也都不用收 你一個月花五五百塊看 你為什麼會要一個月想要花五百塊去看一堆垃圾節目 把有線電視系統 他說黃國昌只要講一些無聊話的時候 他自己都沒記 他就會結巴 你一個月花五五百塊要幹嘛 五五百塊要幹嘛 他不解釋 叫人家把線剪掉 你把線剪掉 有沒有問過謝伊鳳的感受啊 對齁 謝伊鳳他家不是經營第四台的嗎 網友馬上留言 要剪有線電視不用問謝伊鳳嗎 對耶 黃國昌是在單調謝伊鳳 五五百塊要幹嘛 各位知道黃國昌 最近唯一參加的這一個政論節目 也是第四台啊 也是有線電視啊 全民亂講啊 他也是那一台啦 那一台也剪掉喔 五百塊要幹嘛 大家都不要看喔 黃國昌在塑造一個事情 就是說TVBS 黃國昌說 叫大家把你剪掉 不要看TVBS 我是不敢說 是你說的 那不是你剪到大家都沒得賺啦 那黃國昌 黨人錢財 殺人父母 這種事 我怎麼忍得住 黃國昌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宗教化 就是說看我這個宗教台 是 《法國好文的世界》 他就叫大家看他這一台 其他台 五百塊要幹嘛 其他台都不要看 然後再把這個耳朵 這個遮起來 眼睛閉起來 然後希望大家都只有看他禮拜一的直播 其他都不要看 所以呢 當然這個王偉就說 你有沒有問過謝伊鳳 為什麼要問謝伊鳳 因為謝伊鳳他家家族經營三大有線電視 他是第四臺王 就蓋白宮那一道嘛 對 蓋白宮那一個 那所以呢 因為今天吳宇軒也說 今天這個媒體報導的基本就是科幻報導 鏡週刊 是科幻報導 對 鏡週刊沒有查證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報導失去公信力 希望媒體能夠自律 再次突選民進黨執政下 黨減媒一體的共生集團 等一下 你們今天柯文哲搞那麼多迫事 然後你最後的週刊把它爆出來 你不回應就算了 你還要扯說週刊是黨減媒 是民進黨執政的共生集團 還要扯你民進黨 那除了這個事情以外呢 最近這兩位啊 就一個叫毛恰鏡 一位叫煉宏鏡 他們兩個去幹什麼事呢 他們兩個就去告賴清德 所以說他們去告賴清德 對 告賴清德他們用的頭銜 一個叫媒體人 可是他其實就是親民眾黨的媒體人 一個用頭銜的國民黨前文聰會主委煉宏鏡 對 他故意用國民黨名號 可是在他的粉專被我抓包了 我到民眾黨工作了 四月十七號 對 然後呢 本質上就是民眾黨的 這兩個人都要選議員啦 四價總啦 我如果是同學要去那個演講 我們一年才是下鄉的演講 對 他們都會來啊 就整個人來 就是要剝版面而已 剝版面 他們去告賴清德 賴清德 賴清德現任總統 你現在告不合 你現在告不合 你現在要告 馬英九 你現在可以告 卸任 卸任以後可以 所以你現在告 他告賴清德什麼 他告賴清德說 賴清德你當臺南市長 為什麼臺南市的榮基 對 有一個有獎勵 為什麼榮基 原來譬如說有一個榮基 是 臺南市中西區大面積開發的 榮基獎率 也從一百八變四百也是圖利啊 沒有啦 這一百八當然 當時是這個叫做縣區 管庫到縣市合併 有一個叫做臺南市都市販 軸線第一期計畫 對海岸路英華 林申路夏林路 有一個軸線 他希望能夠把這個軸線 重新做更新 對 所以他們就通過了一個通盤檢討 都可以通盤檢討 關鍵就是通盤檢討 因為精華層被人家詬病 就是你沒有整個揭闊的開發 你榮基只給精華層 這台南人就知道 這就是跟我市政府那裡 跟我市政府那裡 最老闆的股市區 他就整個通盤檢討 通過了一個榮基 大家都可以往上 通過這個通盤檢討之後 附近縮整條路 整個地址都可以來升級 沒有獨厚某一間公司 所以大家都可以 你有沒有資格都可以來搶 所以當時透過這個方式 把那個地方的容積都慢慢揉起來 可能都給豬 透天的 比較好的都市的樣貌 可是這個案子 現在用這個方式出來之後 他說不行 你為什麼可以從一百八變三百四 差別到達兩百二 涉嫌圖利 精華層 精華層不是精華層就是那一棟而已 對 那一棟自己能夠扶起來 連許草薰他家都沒參加 許草薰他家都沒參加 對 他們都沒辦法 兩面那邊都沒有 對 那邊都沒有 那幾次都沒有 那房子都沒樓的公寓 他們也沒有電腿 所以如果當時精華層是 他們精華層 又跟許草薰他家 所以林中銘才強調 要給五百六 要連西北角整片開發才可以 八德路走市民到 到中夾的那裡 整個一起做 當地所有的地主 一起可以來參加這個更新 對 那就沒事了 但是你只選擇這一塊 台南是選擇這個是 這個一塊是 大家一起都可以通案 從海安路 永華路 林申路 夏陵路 公園南路 及東風接兩側 就是一大片 他名字叫做 中西區大面積開發案 這個沒有看到任何人 對 沒有看到任何的建案的名字 就是 東西區是兩區 因為中西區就是一區 中西區 然後整個大面積的開發 被框進來的 全部都可以容積往上 然後現在這種抹黑的方式 其實沒什麼意義 因為鑽台灣每一個縣市 都有做通版檢討 大家要生 大家一起生 是 不可以為了某一個個案 去進行被根 這是台南的案子 跟金華城 最大的差別 非常謝謝阿川 阿川回到問題上 我想問發表的時候 民眾黨現在處理事情 他就亂回答 然後亂罵人 就是他也沒有想跟你回答 所有人的質疑 比如黃國昌就說 那我們把線剪掉 對不對 把地址剪掉 然後今天週刊出來 這麼多細節 我們剛剛一路講 對不對 吳一軒說什麼呢 週刊 這個叫做科幻報導 內容含殺攝影 標題殺人 然後沒有具體施政 編造故事抹黑造謠 有如科幻小說般的連載 好這就算了 你跟週刊的事情就算 結果他要扯民進黨 他們現在不扯民進黨 就不會 就不扯民進黨就不會回應 他說什麼呢 現在禁週刊 已經淪為綠營打手 再次凸顯民進黨執政下 黨減媒一體的共生集團 這關這個有什麼關係啊 黃國昌 你家裡有沒有關天下有線電視 戲子是關天下 包含我們的戲子 瑞芳 雙溪 平溪 你為什麼那麼清楚 你沒有一個月角五百 五百 五百塊 我去查了 每個區域都有 他自己的有線電視是什麼 戲子是關天下 我跟你講你黃國昌就在戲子 大聲的嚷嚷 把你們家關天下 的線子把它剪斷 敢不敢講 你敢不敢 就是你過去的選區 所以我跟你講 真的 不是你 丹茶茶 他剪掉他也是要付錢 對 打電話去地視台 說我用到什麼時候 把線檢 然後地視台繼續送信號 然後繼續付錢 為什麼要收我五百 五百塊 關天下不會 因為你剪線頭 就不收錢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怎麼會禮謀到這個程度 對 他還這樣 他說你是Stanley的小羅羅 三粒小羅羅 對啊 他說那個三粒小羅羅 小羅羅是王一春 小羅羅是你喔 是我 我喜歡看綜藝節目 你黃華昌要唱歌給我看嗎 對 我喜歡看戲劇節目 你黃華昌要演戲給我看嗎 對 我喜歡看兒童節目 你黃華昌要帶動唱嗎 對 你只不過是所有節目裡面的 唯一的政論嘛 對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把所有的有線電視的節目 全部都叫你們都不要看 對 這是什麼邏輯啊 我是覺得黃華昌的節目 到蠻像一個有線電視節目 叫做蓬萊仙山 宗教 我沒看過 我也沒看過 我沒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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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的活動 他現在的節目 是不是像宗教節目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今天可必須為了 為了要討厭某些電視台 對他的批評 對他的言論 他把所有的有線電視 全部得罪了 然後批評了所有看在家裡 看有線電視的人 對 好像只有看你的直播 才是夠水準 才是這個有品味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講這些 而且我覺得他們現在 今天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吳一軒說 講這個所謂的科幻小說 以後人家爆料 就說是科幻小說 對啊 然後褚英姐 他在你臉上吐口水 就說你是前三立記者不回憶 對啊 還有這種事 所以他吐人家口水 或是性騷人家 他要看人就對了 對 所以三立活該被性騷 他中天踢才就不能嗎 這種就是加害者 最容易講的這種話 超噁心啊 超噁心的 對啊 電車吃汗就會這樣 是啊 而且換國昌今天也是講 科幻小說 對說週刊是科幻小說 你堂堂的美國 孔雷爾大學的法學博士 對不對 中研院的研究員 法律專業 你用法來說法嘛 對 你針對我們對你們的質疑 對科幻者的質疑 你一個一個提出來批評 不是用一個虛幻的 科幻小說 這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說法 對 吳一軒這樣說 我還可以體解 他可能沒有專業 對 你是有專業的人 對 你為什麼不用你的專業來駁斥大家的質疑 對 你也跟吳一軒一樣 你們的level原來是相同的 你說整件事最荒唐是 黃國昌回應的水準 跟吳一軒一樣 所以我真的覺得黃國昌怎麼 越回越回 越混越回去了 對 就大家過去 還能記得那時候二零一四年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那個黃國昌跟現在來講 我真的覺得高下力派 我覺得他這幾人他沒有進步 他反而不斷地跟政治打滾 因為他跟什麼人在一起 跟傅昆棋在一起 對 跟這種人在一起 旁邊的人都是什麼吳一軒 都是陳志涵這些人 那你當然你就沒有辦法增進你的 提升你的素質 提升你的看法 所以我真的覺得 敬諸者赤 敬莫者黑 這個事情在黃國昌身上 看得一清二楚 崇一介 我對黃國昌 我最不能接 就是他現在都不回答問題 他貼完標籤 就不用回答問題 鏡中看黨媒不用回答 三立記者提問黨媒不用回答 好你這種東西做政治公安 我就算了 他連對你吐口水 吐在你臉上 被問到他說 林楚瑜是三立記者 所以不用回答 還有這種事太噁心了吧 我要先用一個 韓國瑜最常講的 可憐啦 黃國昌 你噁心啊 電車吃汗 我要先講 當天是怎樣 我先要講黃國昌這個人 他以前是很喜歡講什麼 不服來變 對不對 過去他一直找賴清德 找任何一個人 他怎麼不服來變 可是他現在變成什麼 我不隨之其無 為什麼 因為他理虧心虛啊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叫大家 把這個電視的家裡的 什麼有線電視把它剪掉 是 因為他變不出來嘛 我要去強調大家 如果去看當天的畫面 他不只是噴我口水而已 那就是立法院第一天開議嘛 對不對 然後他們忽然就說要退回總預算嘛 沒錯 然後說NCC主委不能來被列席嘛 可以抗議了嘛 沒錯 就是在這個十點鐘之前呢 民眾黨八個立委 就舉著手舉牌 就說什麼綠媒小弟啊 什麼之類的 對 就站在議場前面 那因為呢 黃珊珊啊 陳昭之他們幾個女性 就是站在 假設這個是卓榮泰卓院長 對 那因為女生站在那邊 那我們就怕其實男女受受不親 有一些衝突 所以女生對女生 所以女生對女生 我就站了過來 站在黃珊珊的旁邊 對 好 那黃珊珊那個時候還跟我們講說 你呢 就不要跟我們面對面 就最好背對 對 這樣子不然站在一起很像我們在支持他們 很尷尬 很尷尬 我覺得聲聲講的蠻有道理的 我正想要一個回身的時候 突然間黃國昌像吃錯藥一樣 整個衝過來 站在我的面前喔 他不去對吳秉淚 他衝到女生堆裡面 而且你要去擋他的時候 他就用他的身體步步逼近 好噁心 所以為什麼我說一個堂堂的 政治的常 道德的長城 政治的完人 結果現在不只是他的衝師表 最後是偽君子的代名此情 大概再加四個字叫做電車吃汗 因為在那個過程中我早就站在那裡 他突然間旁邊都沒有人喔 他就往我身上擠 往我身上靠 大家去看那個畫面是 我不斷的往後退 我已經退無可退 我就退到這個桌子前面了 他還用他的身體不斷的靠近我 不只是噴口水 所以我就問他 我就說旁邊都有位子 你可以鑽過去 你可以鑽到別的地方 你為什麼要往我身上壓力 這不是電車吃汗 什麼是電車吃汗 大家想想 在擁擠的這個電車上 你有別的地方可以站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 就算有衝突 就是男生對男生 女生對女生 不是慣例嗎 所以我不懂黃國昌 現在為什麼可憐可悲到 要變成一個電車吃汗 但是可惜的就是 我給他時間 我上個禮拜五 我寫了臉書之後 一直到今天都星期二了 他有回應嗎 有啊記者問 他說林楚音是三立記者 所以不回應 不好意思 我在三立的時候 已經是主播了 我在當記者的時候是 東森 中千跟TB 你說你也待過中天 你算中天記者 我是前中天 中天記者 黃國昌可以回了吧 對啊 那東森記者你可不可以回 東森不行 因為東森是黑科台 那TPBS懂可以吧 可以可以 你也待過TPBS 我可是TPBS跑 立法院的時候連線一解好不好 喔 喔 不要這個樣子 所以怎麼辦 黃國昌 你現在可以回應我了嗎 對 不會嘛 可是因為電車吃汗說來 真的是可悲啊 對 就是說今天你要抗議可以 你要對別人噴口水 不衛生 但是我們也可以接受 但是重點就是 請你不要做不正當的肢體接觸 想趁機吃我豆腐 我不接受 對啊 很噁心 黃國昌 你如果真的是當時一時激動 沒注意到你就道歉就好 這很難嗎 為什麼要扯人家 到底是哪一台的新聞台 哪一台新聞台就可以隨便你欺負嗎 坦白說你自己的道德光環 會被你自己消耗待機 可我們請崇小哥來到電視牆前面 我們要回到北市科這個案例 北市科這個案例 其實我問過太多專家了 不管是法律專家 或懂這個都市開發 都市計畫專家都講一件事 北市科比精華才容易突利 因為精華才那個太長了 他中間又有監察院 又有都委會 然後有一堆防火牆 可是北市科沒有 北市科唯一的防火牆 就是柯文哲本人 他自己開記者會 那會議紀錄自己開 兩次的那個決策 對 開市長會議 那會議紀錄我公布了 那個太清楚 可是現在張斯剛跟李彥鳳都爆料說 有其他外國公司 對北市科有興趣 然後李彥鳳說 優比快對北市科呈現高度興趣 優比快創辦人是NBA 曼菲斯灰熊隊 老闆 你說這個創辦人是超級愛台灣的 你錯過他投資對台灣差很多 其實北市科的嚴重性 大家講的就是比精華才嚴重 嚴重在哪裡 精華才就是突利 那北市科好像說 你說有沒有突利新手 不是金華城就是突利跟這個金流在查而已 對 那現在北市科這個呢 如果說當時柯文哲沒有改的話 對 其實那個東西是台北市的機會 這個呢 永川在這邊就知道 對 王玉川 清浦的A16 對不對 清浦的A16 清華 誰不愛A16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 桃園省醫 然後一堆人就是 那變成醫療專區 然後生物晶片 現在全世界最夯的 開始往前飛 兩年就起來 本來北市科的設計 如果跟國際上接軌 做原來的那個 剛剛意思的那個 施剛講的很多的什麼科技大產 智慧科學園區 那個跟國際上一連結起來 那對整個台北市來講 那個是台北市一個新的機會 結果你亂搞 那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外國公司對他有興趣 跨國總部 聯合附近醫學院做智慧醫療園區 資通電公司對他有興趣 這個東西都是跟國際接軌吧 對 然後林彥峰講到優比塊對不對 優比塊這個老闆 你知道當時北市科在弄的時候 他多愛台灣 然後看這個時間點 2021年5月3號 對 北市科那時候在搞的時候是什麼 2021年 這個優比塊老闆叫 Robert Perry 他這個東西 他這個人很愛台灣 是不是 所以他真的要來這邊台灣生根 2021年就是北市科搞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要有這塊地 我在台北這邊都買了房子了 他還花5.7億現金 在台灣買信心 就這棟左白 直接拿現金過去 5.7億就直接砸下去 215萬 他要生根台灣 他直接就是要住在台灣 對 所以我要成這邊成優比塊一個總部 對 然後他 他還跟馬吉大的黃麗 陳跟黃麗是兄弟 交情很好 所以這個交情很好 也跟林韋如共進午餐對不對 被拍過 被拍到了 是 優比塊是什麼 其實呢 你會講港商或什麼 他最重要是什麼 他是二零零五年 成立在哪裡 加州 對 加州就是全世界 整個什麼 一直到矽谷 全世界科技重點 對 供應鏈中最重要的 最重要 然後他是登記總部在紐約 是 所以他就跟全世界金融中心 是連結在一起的 對 然後現在他做這一個 無線網路設備 全世界大概是天三名 第三大無線網路設備 然後他自己呢 他過去就說 他喜歡 突然之間呢 又把灰熊隊買了 對 又跟NBA在一起 這麼厲害的人 然後他也真的愛台灣 對 他在台灣也在二零二一年 花了五點七億現金 買最新一區 最重要的豪宅 叫佐白 然後他也被拍到 跟林韋如吃午餐 好 這麼愛台灣的人 你就這樣讓他走掉了 你讓他走 走的時候理由更扯 對 現在說什麼 有人去產發局勸阻 說 因為你的投資太大了 所以要經過中央投審會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把他甩鍋當中央投審會 現在這個優比塊公司的研發總部 就在台灣 對 老闆在台灣買豪宅 老闆的好朋友是抹一大 黃麗層跟黃麗屎 我現在要投資北四科 他說 經過中央投審會審查 去給人家勸退 中央投審會 受到壓力跟刁難 一定要送中央投審會 經濟部的 但是他後面講理由就很怪了 恐會拖延他的招標時程 對 錯了 中央投審會看到了 你已經立足台灣了 對 然後你又跟那個矽谷有連結 對 你跟國際金融中心 紐約有連結 對 你又跟NBA有連結 你又怎麼知道 那到時候這個就是柯文哲 沒辦法接受的 中央會說 這個案子太大了 對 國發會監管 對 然後直接派人專案小組 徹底輔導 是 那這樣就沒有新受這件事了 好 非常謝謝超哥 超哥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你跟林延鳳都有爆料 你是說什麼 有其他外國公司 對北四科有興趣 要當跨國總部 林延鳳是說 香港優比快 成績要來投資 優比快的老闆 是輝雄隊的老闆 就像剛剛超哥講的 這個輝雄隊老闆 跟台灣很好 他是抹一大 黃麗成的好朋友 跟黃麗行很好 我們真的把這麼好的投資機會 現在變星光人獸 再漲草都沒開發了嗎 事實上這塊地 如果按照當初所規劃的 就是做智慧寮園區 跨國企業總部 如果是從這兩個方向的話 坦白講 後面就不會有事了 是 後面就通通每次 而且會幫整個地區 甚至台灣的產業 做一個提升 對啊 輝雄隊老闆 要把優比快總部設在這邊 對就像林延鳳講 他在我們的小組也講 他這也是 他就在小組裡面 我們都公開採訪 所以這基本上 也不是什麼隱蔽資料 他說當時就有這些廠商 私底下去做一些詢問 這個地方因為交通很便捷 上高速路很快 然後去機場去港口都很快 所以再加上這個地方 有外商的一些住宅 有外國學校 那林延鳳也近 對 林延鳳很近 去由日喬學校 歐洲學校 美國學校 因為外國人來台灣 最重的是一個教育 西加代券來的 小孩上學方不方便 對 北市客這個地方 有個得天獨厚的條件 距離所有這些國際學校 車程15分鐘 歐洲學校 走路也可以走到 走路也可以到 走路也可以到 所以外商對於這一塊 就覺得是一個 很好發展的地方 結果現在漲草 新手已經拿到之後 就遲遲不動 所以包括這個部分 但我的瞭解 是有一個自通訊 我們就不要再講 因為已經 又不要再把人家扯進來了 這個廠商也是想要 當時要發展智慧醫療 這個題目在七八年前非常火 而且是一個 包括物聯網之間的運用 在醫療科技上面 所以希望他結合 當地的醫療資源 然後來打造智慧醫療的一個 聳部 而且有國際醫院 吸引外國人到這邊 不要自全自費 不用健保 再強調不用健保 就是真的有錢人去看的 最頂級的醫療服務 然後有一些甚至 類似像一個 就是說一個 臨床試驗性質的 這樣子一個 比較高端的醫院 然後把台灣的這些智慧醫療 跟資訊產業的結合 往上拉一個提升 對 所以當時我知道 這家公司 都有去找了附近醫院 都談過 然後有些醫院都表達 願意有興趣 因為後面還有教學資源 對 OK 那很可惜的 就是 就轉彎了 政策轉彎了 當然政策轉彎 他告訴我是 是因為流標 是因為流標 但是我覺得 但流標 當時疫情的這些情況 是疫情的情況 如果說我們再堅持 一個政策走下去 熬過那個最難的時候 說不定很多事情 就開發結果 對 然後我剛才再講 當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第一個案子 大家最不理解的地方 就是後來變成一般性的都市計畫之後 T16 17 18 就分開標 對 然後金仁寶T16 他做什麼 因為金仁寶之前 就已經標了旁邊的 對 他T16進來之後 他把他的企業總部搬到這邊 是 就有點像這個很多 在科學園區 包括在南港 中信在南港 那種企業總部的概念 他蓋55層樓 對 已經開工快兩年了 開工快兩年了 旁邊T17 18 他不用投資計畫書 目前為止 還是荒草一片 然後甚至幾個月前 傳出說 他想要脫手 對 那蔣市府 就不准他脫手 脫手 所以呢 這兩相比較 我們就不要說什麼貓膩 我們就兩相比較 為什麼差這麼多 對 一個是 我在得到計畫支出 我就知道我要做什麼 對 而另外一個是 我拿到地之後 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而且放棄這麼多優秀的條件 這麼多優秀的潛在競爭者 如果經受拿到這塊地 如果再去找這些醫療 智慧醫療的這些業者 或是相關的醫療院所 再來組成一個新的一個team的話 那我覺得很棒 對 我覺得很棒 而且完全也提升這個 整個的投資的效益 對 但是很可惜拿到地之後 放這邊 又一兩年又過去了 然後這附近 剛才用一個新的圍籬 到底要做什麼 是做一個一般的商辦嗎 那我覺得對這塊地 就非常的可惜 非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歡迎歡迎新台北上線 今天的節目沒有極限 現在隨著立法院新會期展開 其實也整個國會有新的任務 第二會期其實叫做審預算嘛 對不對 我們明年度國家所有的預算 包含什麼長照啊 對不對 兒福啊 國防啊 教育啊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預算 在這個會期都要審 結果呢 現在發生天大地大的大事 第一個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兩黨聯合下 把總預算退回 好這是史上第二次 可是今天史上第一次 連在程序委員會 也把這個預算案退回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熱意杯子 全民耍 民進黨立委高舉手板 怒嗆藍白 但預算規模達到3.13兆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 藍白立委最後還是 挾著人數優勢封殺 擱置在程序委員會 但表決過程 卻有藍尾跳船了 出席委員是7人 贊成則9人 反對則7人 弃權則1人 照林思平委員提案通過 表決弃權的正是戴著口罩 低調快閃的藍尾羅庭委 據了解就是因為總預算被擱置 各項福利受到影響 疑似扛不住地方壓力 讓羅庭委乾脆放棄投票 辭決引發黨內同志不滿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 跑口一次的 這個大家團結 這個不要被 不要被這個當作破口 不過區域立委面臨基層壓力 國民黨團還是強硬要擋下預算 甚至搬出立委實期的賴清德 當成黨劍牌 賴清德總統 你當立馬委員的時候 有沒有提案 撤回中央政府總預算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 馬政府虛編歲入 扶編歲出 民進黨為了要求 要核實編列 民進黨只有27席 絕對的小數 我們沒有能力也不會退回總預算案 雖然明年總預算遭藍白封殺 政府機關還是可以照 上個年度的預算執行 不至於癱瘓 但這不包括新增列的預算 下市軍公教條新三帕面臨卡關 73萬人受影響 長照3.0增加的50億預算 也不得動之 私校學費一年每人可以補助3.5萬 原本有60萬人受惠 現在不一定等得到 藍白與監督之名進行政治工房 犧牲的福利得全民蓋瓜承擔 拿出來 阿伯坦白講做不做勞 我們看一個起孟子而已 對不對 阿伯做不做勞跟我們無關嘛 可是總預算 他包含長照就是我們的長輩 包含教育我們的下一輩 包含國防就是他守護我們的台灣 整本每年的兩照多總預算 就是在這個會期要審 就藍跟白 審都不審 就把他退了 你退有沒有理由 有 完整擺藍白的理由 國立黨團理由一 是因為健保沒傳位 理由二 自願一掃五千人 理由三 電價太高 理由四 農委會 漠視農民跟原住民權益不顧 我今天不管他講對不對 如果真的覺得健保傳位不夠的話 你就好好的跟衛福不省就好 你幹嘛把整本退掉阿 要亂而已 對 白色的跟哪色的 白藍組合 黃國昌現在是國民黨的宗教嘛 對 國民黨總召指揮所有國民黨的 這一個黨團 黃國昌是國民黨總召 黃國昌一天 他把人家人家用的時候 黃國昌不是出來指揮國民黨嗎 現在只有小白沒有小白 黃國昌現在是國民黨的宗教耶 現在國民黨變小白了 他要求整本喔 連打開就沒有打開 整本憲理 就這樣 進來到大會要討論 一個上等的程序委員會 去那程序委員會 要不然大家討論看看 要不要進到這個大會 要料一下委員會 各個委員會去審查 教育的審 教育的衛反的審 衛反交通審 本來就是阿 今天表割 表割啦 國民黨叫白色的 白藍兩黨的 都說這個案 不能算什麼討論 都不要討論 史上第一次總憶狀案在程序委會被退回 就今天 就今天 還有一個叫羅廷偉 羅廷偉 在投票的時候 你注意看他的標情 羅廷偉掛一個口罩 不敢把他的標情給大家看 掛一個口罩一直看頭前 這樣 他手會抖啦 旁邊的工作人員 靠近他說 委員 你有要投嗎 他媽呢 我是誰 我在哪裡 我在哪裡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羅廷偉投票時 投下氣全票 連羅廷偉都不敢按 他就不敢贊成舉手 反對舉手 他就要動紅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案子 因為這是中華民國第一次 是史無前例 在程序委員會 封殺總預算案的 你沒有你就去委員會裡面 說這個衛福部的 衛福部的第一條 我都要把他抬掉 什麼水利書的 要把他抬掉 你在這裡裡面說 變得不得利 可是你這樣一弄的結果 是什麼 各位知道明年一二月 學生也要註冊 對 高中值免學費 大學一年補三點 私立大學一年補三點五萬的學費 沒有預算了 不是 不能贏 這是賴清德總統 在選總統的時候的政策承諾 你不能贏怎麼辦 不能就是叫學生先繳 所以明年的私立大學 跟公立大學學生 沒有學費補助是藍白害的 還有高中值 還有高中值 高中值免學費 對 長照 長照不管二點零三點零 正好你可能不知道 像很多長照 歐吉桑 歐巴桑 中島來吃營養午餐 有什麼 來這個社區發展學 都要跳舞 跳舞的時候 有一個社工到頭前在加 對 那些社工如果沒薪水 這都要不通過 沒人敢動資 沒薪水 歐吉桑 歐巴桑 每天都住家 這種應用 是全面性的 所以桃園市這裡的議員 桃園市這裡的議員 開一個記者 他說 你頭上六個立委都國民黨 六個都國民黨 你竟然給我擋鐵路地下化 李玉林竟然給我擋平鎮 鐵路地下化 平鎮臨臨時車站 就是李玉林砍的 李玉林就是你 然後我們的捷運 包括這個捷運綠線 金貴 包括這個 魯明澤的選區 魯明澤 中立的 中立的 這整個工廳都會沿路 都這個國民黨 投行的立委 整個黨 包括在桃園的製水工程 對 製水工程 水庫 石門水庫 去新竹的工廳 全部都倒下來 那這個案子提出來之後 媒體就去問詹山正 對 詹山正說 我尊重立法院 對 你當一個桃園市長 你照道理應該是什麼 把六個國民黨立委找來 說你們在搞什麼鬼 你應該幫我們桃園爭取預算 你怎麼把總預算凍結了 鐵路地下化會會慢下來 我們的捷運會慢下來 你們這六個立委 你們要去立法院幫忙我們桃園講話 別的地方不管 我桃園市 你不要給我擋 所以凍結總預算 不是只有什麼中央部會的開支 總預算裡面很多都是地方建設 補助地方建設 還有地方建設 那就好笑了 台中的有沒有被擋 台中捷運南線 桃園的有沒有被擋 羅廷偉山谷 台北有沒有被擋 都有捷運都撞到 所以高雄這裡 高雄這裡 他說 他們去問科智有沒有贊成 沒有 科智說 我們這樣擋 我們到底擋了高雄什麼 我有三任何的嗎 邱議員做一個表 就在這裡 你這些都給我擋 然後這個高雄市議員 一個一個出來講 我說鐵路地霜 九百九十一鐵路地霜 你幫我擋 捷運黃線 要從鳳山去大樓 那條捷運黃線 你幫我擋 他說八年的租金補貼 我們有這個 租金補貼 八萬路的租金補貼 你幫我擋 你幫我擋 所以這些年輕人 如果在外面睡房的 三房兩天的家庭 兩個女兒 帶一個小孩去睡房的 對 這整個都擋起來 這有要緊嗎 再來 這個颱風說到 臺風影響 裡面有很多的溪流要整治 要治水 對 農水路 農水路要建設 這些東西你都給我擋起來 水力工程 這都不是開玩笑 你們中央這些立法委員 這八色的哪色的 黃國昌為首的 國民黨黨團總召黃國昌 你們整棍 你們整棍把這個衣服倒下來 地方建設整個都掉 對 還有什麼 國中國小的操場 操場的跑道 PU跑道 跑道很多要整建 對 禮堂漏水 對 學校的廁所 國中國小學生的廁所 學校的廁所要整建 對 這些孩子 不敢上廁所 這些錢 都等教育部補助 對 都扁在教育部的經費裡面 教育部的經費 現在被擋住以後 沒辦法補助到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沒辦法去學校 把操場重鋪 沒有辦法把禮堂漏水改善 沒有辦法去改學校的廁所 這些事情都是白色跟藍色 民眾黨跟國民黨聯手 把這個預算 擋在程序委員會 不進去討論 明年就會有這個後果 非常謝謝阿川姐 阿川回來了 我想問楚穎姐 你黨要有理喔 所以我坦白講 我算是很佛心的電視台 我把藍跟白的理由 完完整整寫到這邊 國民黨理由一 健保點值 每點零點九五元的相關預算 沒編 全民要要沒要 要傳沒傳 理由二 志願意比今年少五千四百人 理由三 電價一再上漲 理由四 末世農民跟原住民權益不顧 我坦白講 你如果覺得說志願意人太少 你就針對國防預算跟國防部協商 你如果覺得健保點值太少 你就針對衛福部的預算 跟衛福部協商 他沒有 我整本擋掉 這叫什麼理由 這根本就是為黨而黨 我覺得這個就是像 我覺得正好我今天上你節目 我本來還想說 我要怎麼跟大家解釋說 今天中午發生最新的 是直接擋在程序委員會外面 應該要怎麼讓大家解釋 不用解釋 因為很多人對這個五感你知道嗎 什麼時候 審發會是說中華民國第一次死無前例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我講一個例子 這個預算擋下來之後誰受害 這樣子大家會有感 對 叫做不分你我他 是 地點北中南東 老中親幼 就差一點沒中發白都上 就是無差別式的攻擊 對 就是無差別式的封殺 只要用得到錢的 你知道國民黨他講得很 完全是完全欺騙大家 他說沒有啦 根據預算法五十四條 法定預算都可以過 那人事費啊 對 就是這些公務員的人事費 或者是什麼 那些已經編列在執行當中 對 但是但是 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嘛 你說為什麼 學費補助明年是第一次啊 就是賴清德總統講的 學費補助啊 免學雜費啊 還有什麼 你記不記得為什麼你知道羅廷偉 在今天程序委員會裡面 他這邊 第七然後帶著一個口告 手抽筋不敢按 但我鼓勵他做對的事情 坦白講 為什麼 因為大家還記不記得 曾經有一個跟他一樣 是台中的立委 國民黨的叫做廖偉翔 有沒有 他不是曾經說他預言 因為他說 成功爭取台中捷運 他被大家笑說你這個 還沒有 對 就是因為這個就是新預算 你一旦新預算 你不審就沒有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說 擋在程序委員會跟什麼 上個禮拜五擋有什麼不一樣 我就跟大家講一個比喻 如果你要去看病你要掛號 但是他如果連掛號都不給你掛 直接把你抽掉 我告訴你 你就病死 你連看都看不到 這就是今天程序委員會畫面 是 他們連程序委員會都要擋 就是說 這個案子連進程序都沒有資格 就是你要走去醫院看病 他都不給你掛號 你連進去醫院都不行 這在門口給你站著 單都不給你 對 你要到學校去走進去 你要上課 要上班 不好意思 讓你沒機會 就在門口等著 那我要講 這段講得非常對 比如說健保點數好了 那你就是來到衛生環境委員會 你來審查 當然要討論 你把一些不必要的 你把它砍掉 對 你可以當立委 可以砍預算 可以凍結預算 可以保留預算 然後提一個決議說 來 那你就是把這些給我補進去 那大家來協商 而且今天重點有一個是 你知道林國成他發言 他在我之後發言 他說 因為你抹黑我們藍白聯手 他這次不是講說我們有主體性 他這次是說 那你來找我們協商啊 你都不來跟我們協商 就要我們放水 我就問林國成 你問的這個頭卡真的怪怪餒 電價我覺得是個最可怕的就是 你知道我們在這預算裡面 還有一些就是 有關於台電的一些波補 對不對 你一旦沒有波補 台電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要不倒閉 要不就是漲電價 所以第三個理由 是我覺得最可惡的 他說電價一再上漲 所以全民高度關制 所以全民受苦 但是我就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樣擋下來 反而得漲電價 是因為你等於這些波補 都沒有進來嘛 我們本來政府會補貼你嘛 是 這個補貼沒下來 台電不可能破產啊 是 但主要漲電價囉 那你就變成是 明明都是你身壓力 貴壓力 明明就是你在搞壞整個立法院的運作 那但是我覺得 其實國民黨最可惡的是什麼 是他們每次選立委的時候 包括像我剛剛講的桃園 桃園現在六席都是國民黨的 六個都有黨總預算 對 六個都在上個星期五 那麼這個禮拜他們呢 直接在程序委員會把你擋掉 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我們發了這篇臉書 不只是國民黨的桃園被我們挑出來 對 包括高雄 包括台南 包括彰化 包括台中 現在很多地方的議員都說 你們國民黨的委員在那邊擋預算 江啟臣咧 是啊 台中的江啟臣 不要出來講講話 是 台南的謝龍介 高雄的柯志恩 還有台北市的立法委員 剛剛羅志強啊 對不對 對 許巧鑫啊 那你們這些地方上面的預算 你們都不顧了嗎 對 所以他們就是怕被我們這些議員 來反質疑他們 所以他們乾脆就直接放到程序委員會 把你擋掉 對 因為程序委員會裡面呢 現在我不是說羅天偉不敢舉手 對 下個禮拜大家也看不到這個畫面了 為什麼 國民黨真的很厲害 他把程序委員會都換成部分區的立委 沒有選票壓力的 沒有選票壓力 比如陳清輝啊 然後比如說他們的翁曉玲啊 對 還有他們的林倩企啊 他們都讓區域立委 所以他們都應該派一些沒有要選縣市長 對啊 你派要選縣市長的區 對 要選嘉義王毓民啊 對 蘇清泉啊 謝龍介啊 這都部分區的嘛 柯智恩啊 蔣起承啊 你們繼續派啊 對 像嘉義官的治水預算 我今天問一下蔡玉宇 那治水預算你派下來 嘉義是那個淫水園的 中華也淫水園 你現在都派下來 派下來 把真的再大水來就對了 你們這關就對了 這關國民黨你們回去回去 你們這一段期間都在做圖卡 我上個位置 成功爭取了什麼 我聽你在爭取啦 你爭取了要把你拆掉 自己的預算自己擋 這就是國民黨啊 對 國民黨每個人都做圖卡 楊瓢鷹啦 整個都做圖卡 做了之後 你去標關說要退位的時候 大家都說退回去 那個預算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不要 然後回地方 做一張圖卡 成功爭取 成功爭取 幾億幾億 都要爭取的 到立法院表決的時候說 回去回去 退回去 我們沒有要省 我跟你說啊 嫁頭都要快 對 你